來看看我今天試駕的這輛車 它有著非常流暢、非常流線的線條設計 它就連窗框底部也都是流線型的 再來,它還有crossover帶一點點粗曠的元素 可是,你如果看到它88.9萬的身價 然後再拿它跟同級距尺寸 還有同價格區間的車款來比 它竟然空間、尾箱都是最小的 那這樣我們到底為什麼要選這輛車? 難道是因為它改款之後變得更帥了嗎? 像是它的水箱護罩 現在雙炸式的設計 讓它的車頭看起來更加的貴氣 那你如果看到車尾它的尾燈 它由氣缸作為發響的尾燈 看起來更有深度 讓你從後面看起來就像零四的某個人的雙眼一樣 還是說它的新式的雙色輪圈 讓它看起來更加帥氣 那在改款之後內裝的變革呢 主要在中控這一部分 上面的七處螢幕當然啦 裡面設計很簡潔 包含了導航 只是還沒有Apple CarPlay的功能 當然在下面呢 這邊因為取消了傳統的手剎車 你現在只要用波拉你就可以搞定 再來,而且還多了Auto Hold功能 這也是改為電子手套車延帶的好處 剩下的呢 包含像是你現在拿水放水都更加便利 操作通控的旋鈕也變得更加輕鬆 就連行車模式也都可以在這就搞定了 看吧 空間真的不是CX-3的強項 而且它後座沒有12V電源 沒有冷氣孔 中間甚至溶解的有點高 但是呢改款之後其實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這輛車它改款之後 不是只透過隔音材質的增厚 它連頂棚、車窗跟車門板件 其實都有增厚 讓你車身的寧靜度變得更好 現在機車從旁邊騎過去的時候 你只聽得到一點點的聲音 現在最大聲的 反而是前面的引擎了 這輛車呢 它的空間真的不大 但是它的引擎倒是還蠻大的 這輛車長不到4.3米的小車 它的引擎配備的是SKY-FG的2.0升自然進氣引擎 它為了要滿足更新的環保法規 還有油耗標準 它其實腹內進行了一些改變 像是它的排氣還有像是活塞都進行了更換 那現在呢 它的最大馬力一樣是156匹沒有變 但是它的扭力悄悄來到了21公斤米 比之前多了0.2公斤米 在改款之後呢 SKY-FG3當然它結構 底盤結構它沒有改變 就是前方拉層後拖曳幣的這個結構 但是呢 因為其實原廠進行了蠻多的優化的 包含像是它的輪胎 彈簧 剪正筒 甚至一些懸吊的部品 其實都有進行優化 那這樣子可以帶來什麼樣的感覺呢 其實有人在開會感覺 它當然還是有保有SKY-FG3它比較動感的一面 尤其它的後軸 因為它這個推比 有時候 你經過一些起伏比較大的路面的時候 你也會感覺它後軸起伏 也是跳的會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呢 你在市區開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 其實確實是比改款之前 來了舒適不少 那你說這輛車還有什麼 其他對於操控有幫助的東西呢 首先它還有像是這個電子輔助方向盤 再搭配它這個GVC的這個系統 那這樣子兩個搭配之下呢 它其實你會感覺它在彎中的反應 車頭其實是指向性是相當不錯的 那你如果想要再更熱血一點點的話 沒有關係 再把它車輛Sport Mode打開 那Sport Mode打開之後呢 其實油門設定是蠻激進的喔 油門有時候小寒一點點的時候 它轉速就已經會拉到3000轉左右 那你如果再踩深一點 像現在這樣 它可能不見得 像現在來說 它轉速5000了它還不換檔喔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它的Sport Mode確實是相當的激烈 那所以你說 人馬一體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一定要在MX-5那個小跑車上見到嗎 其實 有機會可以來玩玩看CX-3 其實確實是蠻有樂趣的 那你如果問我說 到底Mazda新的CX-3它有什麼賣點 我認為是在它的安全部分 當然安全你看配備表上有一大堆 但是它有幾個重點 首先就是它有這個緊急煞車的警示功能 再來你如果真的沒踩下去緊急煞車 它有時候也會幫你自動的啟動 自動緊急煞車 這個都是很安全的配備 但是重點則是在於它的MRCC這項配備 MRCC它跟一般的ACC差在哪呢 一般的ACC來說它可能 作動的時速可能像是在 時速40公里到150公里之間 但是MRCC不一樣 它是從0到145公里之間都可以使用 那這代表了 你不管是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 就連像我現在在台北市一樣 都可以使用 你只要前面遇到紅燈 車慢下來了 沒有關係 這輛車它會自己看前面的車距 隨著前車慢慢把車速撿下來 撿到停為止 你都不用踩煞車 那綠燈的怎麼辦 也沒有關係 你不需要踩油門 只要把定速的開關再把它開啟 它這輛車一樣會慢慢的 踩下油門慢慢走 慢慢跟上前車 這樣就搞定了 所以你說在市區 你不用再走走停停 感覺很煩 而且現在這樣子也很安全 不是嗎 那只是說呢 現在有幾個重點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因為這輛車它沒有 大陸偏移的輔助功能 它有警示 但是它不會幫你拉回來 所以你偏掉的時候 你還要自己拉回來 再來一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它MRCC 雖然它的偵測距很聰明 但是有一個重點是 你當遇到旁邊的車 突然撿進來 或者說台灣非常多的摩托車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注意 因為它可能會偵測不到 那這樣子可能還是會產生碰撞的 有產生碰撞的危險 那你就必須踩煞車 那但是在多數情況下 大家好好開的情況下 這套系統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你說新的CX3到底值不值得買 我認為它在內裝或外觀上 其實都有著令人感覺滿開心的進步 但是重點 你像我們這輛車88.9萬 不是非常的高的價錢 但是你就已經可以買到MRCC這麼方便的配備 那固然這輛車還有其他缺點 小小的缺點 像是它沒有F4 CarPlay等等的這些小問題 但是假設說 你能用不到90萬的價格買到MRCC 我覺得是令人開心的一件事了 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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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